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黄鸿森 我是一名社区药剂师 我觉得世界上最难学的 其实就是学做人 因为身为一名药剂师 不只要学习药物上的新知识 我还要学会如何跟病人沟通 因为工作上接触的病人 可能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背景 但是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 教导我去怎么样跟病人沟通 在工作上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我会遇见很多病人 他们对药物有太多的迷思 所以导致他们抗拒药物 甚至踏入药物的陷阱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文字和演讲 把我的知识分享给他们 解开他们的迷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